几名冲突 世代隔阂 家庭撕裂 学生的本分就是学习 为什么去参加什么运动啊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可以跟你说说话吗 我们聊聊好吗 我想好好跟你聊天 每周四晚上十点 有张明天跟大家聊聊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现在是这样看香港 想跟你聊聊天的时间 我是主持人张明天 我们上一集呢 跟听众朋友们聊了 这个香港人Hobby的个案 那引起了很多的反响 有很多香港人都跟Hobby 有一样的心声 他们可能还没有碰到Hobby的情况 可是他们已经在担心了 担心台湾的政策收紧了以后呢 他们要拿到台湾的身份证 可能更困难了 但是呢 我们今天也要来平衡一下 我们今天要站在台湾政府的角度 因为台湾政府就是希望可以保卫 台湾的安全 国安的问题 因为中共的渗透真的是无所不在 然后呢 最近也有新闻提到了就是 英国呢 确实也发现了 他们因为接收了很多香港人的移民 然后发现有中共间谍渗透的情况 我们呢 又如何做到保护台湾呢 同时又照顾到台湾人的这个人道救援呢 最近也有一篇新闻啊 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他也提到了 其实台湾人虽然很同情香港 可是呢 我们也会顾及到 就是台湾人的意义啊 数据显示哦 调查指出说 有29%的人认为台湾有义务帮助香港人 但是呢 有33%的人是反对的 所以比起就是2019年台湾大选的时候 台湾对香港人反送中的事情 支持的数据啊 好像有点差别 就是支持香港人来台湾的这个数据 其实不到三成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啦 如何做到两全其美呢 就是台湾政府也可以对台湾人民交代 对香港的人呢 也可以对他们有保障 那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香港的代表Ringo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那同时也是台湾新著名人权协会的理事长 杨松荣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 呃先来听听Ringo的个案好了 Ringo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 那您好像帮助了很多来台湾 想要申请身份的香港人 可以聊聊你的情况吗 我现在目前都还在帮我岳母 申请那个宜亲的移民 去年我们二月的时候 台湾这边发生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所以台湾政府封关了 不让这些申请移民的人进入台湾 借着这个机会就是有在脸书那边搜寻一个群组 发现很多香港人他因为台湾封关了 所以他们没办法进来台湾 然后自己也很担心 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群组就是 让群友里面可以更新台湾开关的时间 或者是任何的更新 借此我们就是收到很多港友提出 对台湾政府修改的移民法律 感到担忧的地方 您自己已经拿到身份证 然后您太太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拿到身份证了 是的 然后现在是您的岳母 要透过疫情的方式申请她的身份证 对 没错 然后还在等待 帮你岳母的过程中 然后你找到了一个香港人群组 然后你发现有很多的香港人 都是因为等不到台湾身份证 然后感到忧心跟焦虑 你就开始做协助这些香港人来台湾的帮忙 应该是说提供比较新的讯息 或者是说看有什么可以协助的地方 因为毕竟自己老婆是香港人 那岳母香港人想说能帮的话就尽量帮忙 那您要不要先聊一下 就是现在台湾政府原本的条例 对香港人的人道救援 可是后来收紧条例会变成怎么样 这边要先从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 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 这边说起 它里面的第22条 它其实原本在2018年2月6号的时候 22条第三项 是写原为大陆地区人民 未在大陆地区以外之地区连续住满4年的话 不予许可申请移民台湾的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但书 就是说你虽然是在大陆出生 可是你只要在其他地区连续住满4年以上 是可以辟除就是大陆地区人民的这个条件 不予许可的条件 那可是突然在2020年8月17号的时候 去年8月17号 是的 没错 它就把4年的住满条件移除了 所以变成说你只要一出生在大陆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移民到台湾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而且它是突然修改 并没有做过讨论或者是审查的部分 是不是还有修改一条 就是它如果有任职过大陆地区的行政军事党务 或者是其他公务机关 或者是香港的一些工单位 你就不能符合这个条件 是的 这个是在第22条的第10项 也是去年8月17号的时候修改的 是的 没错 那这个的话就很多香港人担心说 像香港的医管局 其实是公家单位 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必须要透过医管局 来做训练之后才能到医院去认职他们的职位 也有一些就是在中资银行里面做文员的 那他们也担心 我已经在香港有认职这些中资单位 会不会被台湾政府误认为 我是在党机构或者是中资机构里面 做工作影响到他台湾移民的条件 Ben的个案要不要先讲一下 他是就是等于说他有跟香港政府宣誓 Ben他其实是一个公务员 对 一生就是做公务员 在今年的两三个月之后 他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 那可是因为香港的国安法的关系 他突然新增了一条规定 如果公务人员要拿退休金的话 必须向香港政府宣誓以表效忠 他才能拿这一笔退休金 不幸的是Ben的老婆 今年一月的时候 他依专才条件来申请专才移民台湾 也被狠渴了 老婆来台湾 那可能到明年的一月 他就可以申请定居 老公他目前还在香港 所以他也希望拿这一笔退休金 能移民到台湾生活 那可是因为在香港澳门居民的 申请居留定居申报书里面 2021年的7月19号 新增了一条第三项 现成于香港或澳门政府部门任职者 宣誓或签署声明 拥护基本法 效忠港澳政府 会落入台湾政府的联审条件里面 这样就导致Ben的这个个案 他也很担心自己申请不过来 那只有老婆拿到台湾的身份证 好 那至少在台湾呢 现在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到最后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把它写出来了 至少在写出来的这个角度来讲 资讯是比较公开了 这是从好处来看 那我猜测里面有一些部分是误解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当初修改的时候 没有考虑清楚 我希望呢 就是能够持续的反映这些意见 第一个地方是说 在其他地方居住四年以上 我猜测那个部分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直接申请的话 是以港人的身份申请 如果你现在就说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比方说你移民到美国 加拿大甚至是BNO到英国去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已经到其他地方取得其他的身份的话 其实你就不再是香港人了 你就直接从那个地方申请过来 如果你有别的地方的身份 你申请来台湾 事情会非常单纯 我想这个是 也许是当初他的那个修改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另外呢 就是说有一些规定加上来 这是因为后来 就是说要协助香港人移民到台湾来的时候 在所有的法规里面 其实对港人 算是所有类别里面最开放的 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所以他会把一些条件加上来 那就会有刚刚讲到的中资机构啦 或者是说要跟谁 就是说有宣誓等等 这样的条件加上来 我认为这些条件呢 是应该可以透过案例去做讨论 讨论了之后 让这些个案能够根据实际上的情况来斟酌 假如呢 这样情况的人没有提出来的时候 可能主管机关他并不晓得说他过去做这样的修改 会不小心阻断了一些人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想就说这些部分是可以斟酌可以争取的 第三个部分是要说的地方是说 其实台湾跟香港之间过去有很长的时间 有良好的沟通 理论上像这些东西是可以透过合适的管道 沟通来反映 那因为有时候就是相关执行的人 他对相关的业务不熟悉的时候 他也希望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指引 那如果说能够有一个好的讨论的话 我相信就说这个部分是可以改进的 是 刚刚杨老师的说明应该就是说 其实台湾的很多政府公务人员 不一定真的了解香港人的情况 他们就是公务人员 他们就是考试考上了 然后就是执行政府给他的规范 然后他们就按照这个执行 那今天政府为了国安问题 然后收紧了这个政策 包括了禁止大陆出生的人来台湾 然后还有包括了他们可能宣誓过 效忠香港政府 或者是在中国中共党政机关工作过的 他们就觉得说这些可能有国安疑虑的 他们疑虑都禁止 像这样子的规范是不是合适呢 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讨论 但是呢 台湾的这个通螺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 就是他已经拿到台湾身份证 他认为啊 这样子政府的做法他觉得很好 他是赞同的 因为他觉得 这些中国党政军背景的人士呢 只有限制这个条件 不足以杜绝中国对台湾的渗透 因为其实他自己遭到波及啊 像那个合运师歌手来到台湾 遭到这个中共的这个 我觉得是很暴力式的 很粗暴式的这样子的破坏啊 其实台湾的民主是应该被保障 但是也有人认为 以香港人的角度 他觉得这样子的收紧 好像不太合理 可是有些人已经拿到身份证了 他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更严格的审查 这些有可能共产党卧底的人来台湾 杨老师您觉得 这样子的标准合不合理啊 我想要特别就是说提出一个观念来了 因为刚刚有听到就说 是现在正在申请一亲 一亲的这个签证 我特别要说的地方是说 相对于其他国家 台湾的这个一亲方面的规定 是比较落后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 像美国的数据来讲 美国有72%的人 他的移民是因为一亲而成型 那换句话说 这个是比较符合国际的潮流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个地方移民过来 他是有比较多人互相之间的 像家庭团聚的 实际上安全的顾虑上是可以降低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的相关的规定还是很保守 我晓得的地方是 像我们东南亚来到台湾的新住民 他们的父母亲可能都还不能用 一亲的名义来到台湾 那相对来讲 就是说兄弟姐妹 他甚至叹亲都没有办法 所以像这些规定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目前台湾的公民团体 人权团体 还在想办法努力争取这些权益 所以相关的这个条件是会变动 那我也会认为说 刚刚讲到这种安全的顾虑 的确这个是目前的一个议题 的确在制定的过程里面 会有很多就是考虑不周全的地方 我们是有责任 告诉他们说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弹性跟调整 至少要经过一个审议的过程 那另外呢 假设我们能够发展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一个人保证另外一个人 像这样的互相保证的方式 夫妻或者是同样家庭成员 他可以一起来 那我相信这种安全的顾虑的考虑 可以减低啦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安全的那个衡量的那个方式 其实在世界各国 都有不同的这种规定 但是呢 有些地方 不管他怎么规定 都总是还有例外的情况 我觉得所有的那个法例 假如是公布的东西 就要保留弹性 还有就是要有救济的管道 那这些东西可能在过去 没有注意的话 我们就说会希望说 这个部分应该可以 再持续努力 好谢谢林老师 节目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欢迎回来 现在是这样看香港想跟你聊聊天的时间 我是主持人张明天 可能有很多的人觉得 台湾人帮香港人不是理所当然的哦 有很多的台湾人觉得说 有帮助你们就要很感恩了 但是呢 也有另外一个看法 他就说 没关系啊 那你们就像日本 像韩国一样嘛 就是那为什么你们当初政府 要给那么多承诺 有什么人道救援啊 要支持撑港啦 什么港澳条例 已经可以帮助很多香港人啦 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 这个港澳条例 真的是非常的不完善 身为执政党 你就会面临到一些批评 就是什么吃人血馒头啦 用香港人的血换选票啦 之类的 就是蛮难听的 但是确实是香港人 他们的一个情绪上的反应哦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来 好好的面对这样子问题 大家要来平和理性的 来看看要怎么解决 而不是去只有设定一个很高的门槛 说你是大陆人的背景 你就不能来 或者是说 你有参加过党政军的这个单位 你就觉得说 你有国外问题 这个真的是有很高的标准 可是呢 好像就是政府单位完成任务 说我已经对国外问题有把关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不负责任 也很消极 很懒惰的一个做法 请问杨老师 我想不会有人觉得说 不同意台湾要先安全 才可以保障香港人来台湾安全 一定大家都希望台湾安全 但是设定的这个标准 到底有没有讨论空间你觉得 是我想就说我猜测了 台湾在制定这个相关的规定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闭门造句 我个人是曾经有接受 陆委会港澳处的委托 到香港的新移民的研究 我们有一个团队 到香港去那边访问了 所有的这个不同的 类别的这个新移民 后来的这个修改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 就是说政府单位的询问 表示说可能政府在制定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能对于香港一个特别的状况 不了解 因为香港过去即使是跟中国大陆 最紧张的时候 其实每天都还有人 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 一天150个人的这个名额 是从来没有断过 那所以说现在在统计上 这个新移民的人数就非常可观 那尤其是有很多人 是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他还在小学 或者是更年幼的时候 就来到香港 基本上在香港的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在香港成长 是跟出生的这个状况 是不太一样的 我想可能相关的这种 制定的过程里面 欠缺对这方面的了解 所以呢 他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制定 如果是一个很自私的 这种制定的方式的话 那我想全世界 那个很多移民都不需要了 因为我只要说 哎呀你在哪里出生 你进什么教 就通通都决定了 那实际上在各国的这个案例里面 一方面根据这个资料 做详细的考量 另外一方面 也还有面谈 互动的过程 真正移民的权利 移民官是可以判定 可是移民官呢 在各国都一样 他都是根据经验的累积 当他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什么样背景的人 他的思想呢 比较接近 比方说 比较接近香港的主流社会的思想 那如果没有太特别的偏离的话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的话 他应该就放在这个类别里面 这个呢 并不是在技术上做不到 但是呢 也必须要用一些心 在这个程序上下功夫 我希望还是希望说 我们最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制度 才不会到最后 大家一直抱怨不断的出现 对 那Ringo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说对于保障台湾的国外问题 同时又可以对香港人进行人道救援 你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怎么样来订定 我觉得就是政府应该在港人申请移民 要来台湾的时候 这一个申请人一定交了很多的资料给政府 政府其实就应该要实际的去审查 这样的资料是不是正确 然后才让他移民台湾 那如果他是在申请的时候 政府并没有把关好的时候 让申请者来到了台湾 第一他已经住进了台湾了 如果真的有国安的疑虑的话 这位港人对台湾有什么疑虑 是没有人能掌握到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杨老师 就是第一个条件要先定好 你已经审查资格完了 可是我在这边已经待了一年了 然后明明就是可以拿到身份证 可是你却又拖 然后又说我好像不符合资格 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其实每个国家 他会把他的移民官专业化 不会让那种 就是说完全没有经验的人 只是单纯凭着一些规定 这样就来审 那台湾的移民官的情况怎么样 我想我们的确需要培养 对香港事务熟悉的人才 我们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体制 我们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 香港研究的地方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课程 是教香港的这个认识跟了解 那这样的话就说 你必须要专门的去培养一些人 他对香港的情况更了解 更熟悉更敏感 这样才能够做出一个 就是说比较精准的判断 现在这种就是说 把所有哪一个类别的人 通通都排除在门外 这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他应该要有的水准 是 所以就是刚刚Ringo他提到 就是说我在丢资料的时候 我都还没来台湾 你在审查我的时候 你国安问题就应该考虑进去 对 而不是我到了台湾 然后等一年两年 怎么都一直拿不到身份的灯 然后变成焦虑 像上一集的那个Hobby的情况 他就觉得 我失望了 我要决定要离开台湾了 因为期待很高嘛 所以他失望也很大 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部分 好像台湾政府也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在其他国家 你取得移民资格本身 在这个之前 就的确有做审查 当你一旦有机会 可以入境了之后 其实就说 表示你国安已经没有问题了 可是台湾是 你投资没有问题 先进来 后来要给你身份证的时候 是说你国安有问题 还有我讲 就是说有几个部分 其实就是 我们目前有一些 是属于这种短期签证 旅游 就是这种短期跟长期的签证 互相之间的 当作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以国安审查的部分 因为现在 陆委会 它是设定 较高的门槛 来防范 就是中共的渗透 但是其实 在台湾大选 2019年的时候吧 这反渗透法 台湾的反渗透法 就已经有定例了 所以是不是 在香港人 他们来台湾 不管你是 什么身份 你就算是台湾人的身份 反渗透法也都可以保障得了 台湾的国安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不需要 透过就是香港人移民来台湾的 这种高门槛的方式 来防范就是台湾国安问题 我想并不是这样子 就说反渗透法 其实你真的要渗透的话 我们看世界各国的例子 不管你是 什么地方的人 都有可能被渗透 甚至你有可能 是政府的高官 也有可能被渗透 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你要花多少力气 在这个审查方面 然后就说 另外你要达到 就说你原来 开放这样的 移民类别的 这样的目标 其实一般目前 你就算是 在大陆地区出生 在大陆地区成长的人 其实他符合一定的资格 他也可以来台湾 现在的问题 只在于说 这个比例原则 是不是符合 我们目前 其他一般的 这个相关的规定 看起来我们应该像是说 在香港的国安法实行之前 台湾对香港的政策 是宽松的 有意的宽松 但是在国安法之后 我们收紧 现在是有点 矫枉过正的收紧 所以我们是要怎么样 去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 专业经验 专业的养成很重要 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发展 更好的这种 就是审查的方式 这是政府的部分 那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 透过民间的团体 你刚刚说 跟政府沟通的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取得 更好的方式 杨老师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有很多香港人 他们因为台湾的收紧审查 然后感到很焦虑 那你会怎么样 来建议这些香港人 他们可以如何怎么做 然后来取得他们的身份 就是说我要鼓励 在台湾的香港人 其实有一些 现在已经取得身份了 香港从过去 1949年到现在 其实台湾跟香港 一直保持是一个 良好互动的关系 对啊 存此相依 存放此寒 一直不断的都有 香港的人来到台湾 然后在台湾定居 我希望这些曾经 就是说 有香港经验的人 能够团结起来 扮演好一个沟通的角色 能够协助政府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去分别清除 原则上 你要真正严格的时候 你什么都可以严格 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怀疑 可是呢 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 其实也是可以 透过更多的 这种交互的了解 让台湾这个社会 更充分的去接受 香港有很多人才 其实香港人才加入台湾的 这个就是说行列里面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有正面的 而且对抗共也很有帮助 因为香港人 他比我们还更反弹 就是中共的这些社会 就是他们有这个经验跟了解 所以就说 其实这里面 这是有好处的 所以就说 特别是台湾也 人口结构上 也需要这个移民来填补 我们现在空缺的这个人口 这一件事情 本身把它安排的好 做的好 绝对是就说台湾是可以加分 我们说在目前的这个过程里面 大概美国跟英国 都算是做的受人注目的 尤其是英国 大手笔的接受B&O 那加起来可以是 上百万人的这个计划 那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一下 加拿大跟澳洲 他们都有特别为港人 设计移民的管道跟程序 就是说知道在目前 是特殊的情况 那我们目前在台湾 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 就是说特殊的这种安排 那我希望是说 我们能够汇集更多的 就是了解的人 然后透过这个台湾的这个民间社会 这个公民团体 专家的意见 就是说把这个部分安排好 对所以对于就是 香港人来台湾的 真正的落实细致的这个法规呢 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来订立这个法条 只是民间团体在那边觉得说 要修法要修法 要修就是港澳十八条 要修难民法 可是细节都还一直没有人 我特别讲一下这个难民法的部分 在目前台湾的法律里面 港澳一定是特殊的一类 它既不是两岸关系 也不是华侨华人 它也不是外国人 它就是一个单独的一类 难民法 为什么很多人提到难民法 难民法至少是一个用人道的理由 台湾可以接收移民 如果我们连一个标准的程序 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做其他的这个安排 现在既然总统都说了 说我们是要用人道的角度 来协助香港人 问题是说我们目前的法律里面 没有一个方式叫做人道的方式 可以进到台湾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要赶快把这个空缺补起来 是然后那个方法 就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透过民间团体 跟香港人 他们组成的这个资源的整合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 法律的这个专业投入进来 定地衡量一个适合台湾 又适合香港人道救援的具体办法 我个人是的确是这样建议 我们看那个美国的立法里面 有专门替香港的专门立法 香港民主与人权法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 香港特殊的情况 也给予特殊的立法 对我觉得这个是势在必行 因为我觉得香港是比较急迫 因为来台湾的香港人已经太多了 可是难民法还比较牵涉到 国际的其他难民 什么叙利亚难民 什么中国难民 中国应该是属于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吧 那难民法 我觉得它又更国际 很多外国人可能会进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先设定 针对香港人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势在必行的 然后杨老师的这个背景 条件跟这个协会 应该可以更好 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新住民人权协会 我们特别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希望就是说在法律上面 应该要保障这种各式各样 这样的人 从人权的角度出发了 香港既然是我们既有的承诺 我们应该把这个部分安排 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 如果您是香港人 然后你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希望来台湾申请身份证 可是有一些条例 可能台湾的这些办法 法规可能不太符合你切身的条件 欢迎你写信到我的email 或者是到杨老师这个协会 上网找得到吗 对可以 新住民人权协会 新住民人权协会 然后找到杨老师 然后请求个案的协助 然后或者是来信到我的email 我的email是 很高兴哦 就是两位来宾 今天来到现场 然后我们来探讨 这个很具体的 我觉得这个香港姐姐知道 我觉得算是很正向很积极 可是要付出要努力 而不是就是期待着 就是这个馅饼就直接掉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 很安全的来到台湾 然后得到很好的生活条件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努力 因为台湾的民主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好 感谢两位来宾 Ringo跟杨老师 谢谢 好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周四晚上再会